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撑上来 很清楚 因为早盘一开低之后 马上来挑战 礼拜一长红棒的低点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低点不能破 破了会麻烦 整个破了之后现行状况就会变不好 所以今天一开盘一破之后 马上一只手把他推上来 很明显就不让他下去 不让他破长红棒的低点 推上来之后又沉下来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去推 因为这时候推浪费钱 到了尾盘零收盘前 再推上去之后 那个卖压就轻了 因为你太早去推的话 当冲冲进去的会再冲出来 所以等到尾盘再推高 所以这种坐架的手法 其实是很清楚的 是很明显的 一只手硬把这个盘给拖住 拖了上来 可是今天早盘开低跌91点 我相信确实吓了很多人 吓到很多人 你看昨天 道琼跌了一百六十几点 昨天道琼跌这么长一根棒子 昨天欧洲股市德国 昨天跌那么长一根棒子 再大几点 会吓到人 一个平台已经跌破掉 一个平台已经跌破掉了 导致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几乎全导 大陆股市下半场开始回头 现在回到平盘了 可是日本跌了快两百点 香港最多跌两百多点 现在一百八十几点 今天亚洲股市被欧美股市给拖下来 台北股市早盘 吓到是正常的 很多人一定是被吓到 问题你被吓到没有用 你怕没效嘛 你要知道怎么样走 接下来 下星期开始会怎么走 你要知道答案才是重点嘛 否则只是一味的被吓到 没意义嘛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开低 联电没影响啊 2409有达 今天还涨耶 今天还涨 最后一盘 一万五千张买进 谁买的 你买的吗 你有在最后一盘去买有达吗 不可能啊 那是谁买的 谁买的 3481的群创 今天大涨了快2% 快3% 最后一盘 一万张 售盘价 买进 尚没 不是你 你有买 你有在最后一盘买 买群创吗 没有吧 那谁买的 6116彩晶 今天也涨1% 大盘跌 不影响 最后一盘 6400张 干你买的 不是啦 谁买的 神盾 今天也继续涨 昨天5% 今天又涨了快2% 所以选股才是重点啊 选股才是重点啊 1338的 广华 今天也涨了1块钱 有被大盘下跌给影响吗 没有啊 所以是跟大家讲 指数在万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要振什么股票 该是对的 才是对的 联电 两个礼拜20% 从12飙到15 25% 我已经说三四天了 从外市开始买的第一天 我就提醒你了 外市在做避险 把涨高的股票 卖掉 转进 还没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 25% 有达两个礼拜 从12块 飙到14块4 20% 有被指数影响吗 三四八一的群创 从13块6 飙到16.6 22% 6116财经 也是20% 也是20% 6月份结束了 下礼拜开始 正式卖入7月份 7月份有谁 会像 有达 群创 彩经 联电 一样冲出去的 知不知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不知道 没关系 我在礼拜六的两场讲座 早上中立 下午台北 这两场讲座 我来告诉你 万点撑干跳 在万点之上 接下来有什么股票 能够跳得又高 跳得又远 这是一场教学日子的讲座 我会教你如何选标股 把我30年来选标股的经验 穿成给你 一定要来听 打蛋进来报名 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打蛋进来报名 这两场讲座 今天台北股市 有惊无险 开低之后 推上来 可是目前全球股市里面 有的已经 弱掉了 像德国 这很明显 这个平台 两个月的平台 已经跌破掉了 两个月平台 已经跌破掉了 昨天四大央行的 鹰派 共同出来讲话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欧盟 这四大央行的鹰派人士 出来讲话 每个央行里面 都有鹰派跟鸽派 鹰派本来就是属于比较 动作上比较积极的 鸽派属于比较温和式的 所以其实两难 为什么两难 因为大家担心 大家担心 升息会影响到经济 升息会影响到股市 可是现在股市又创历史新高 现在全球九成的国家 股市都创了历史新高 大家又担心股市会不会泡沫掉 如果泡沫了 那到时候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确实现在央行的人员 真的是两难 紧说也不是 不紧说也不是 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一点 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多头 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多头 如果多头这样一直涨 涨不停都不休息 那没有人会赔钱 这样懂得是没 所以行情一定纵使是多头 也是大涨修正 再涨再修正 你要把这些涨跌修正 看得很平常 看得很正常 重点是你要掌握住 什么时候是在多头在攻 什么时候在修正 你要能够事先知道 掌握到才是最重要的 欧洲德国 现在已经很明显转弱了 法国也已经破了 两个月来的低点了 这是比较弱的地区 美国重点在科技股 NASDAQ也转弱了 NASDAQ很明显 长黑棒一根接一根 都洗不掉 三个长黑棒 这是三只乌鸦 NASDAQ科技股在转弱 非常不好题 长黑棒消化不掉 你如果像这个有没有 长黑吃掉 代表它就是很强 这种长黑吃不掉 再来一根中黑又吃不掉 连续这个中黑也吃不掉 连续三根长黑棒 这个都弱掉了 这都弱掉了 目前比较弱的地方 包含印度也是 印度 印度在前两天 也提前转弱了 印度整个平台也破掉了 这是比较弱的国家 那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地区 还很强在撑盘 道琼 道琼算比较强 可是昨天道琼出现这根黑棒 如果现在月线暂时还守住 如果没有办法 马上担任救活队 拉回来的话 那道琼其实也是有点危机 亚洲部分 比较强的南韩 昨天南韩才刚创历史新高 目前离平台价 还有点远 这是比较强的地方 日本也属于比较强的 香港 也属于比较强的 还在这个范围里面 相信范围里面 大陆股市 因为 基期最低 所以相对是比较强 可是它涨幅最小 它涨幅最小 目前位置也是最低的 台北股市 相对以线型来看 还是属于比较强的 可是记得 这个长红棒的低点 这不好可以凹回去 这如果破掉的话 台北股市可能 短线上修正 可能也跑不掉 这是在整个线型的部分 你自己本身来讲 你还是要有一点 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不能没有 你要知道什么叫 什么叫危险 什么叫危险 危险的你就不能去碰它 对 你看 瑞利 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两天两个跌停板 中股票你就不能碰嘛 对不对 中股票你就不能碰嘛 大宇之今天又跌停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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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啊 二十六跌到剩下一百一百一十九 所以这跟大家讲 涨高的 业绩烂的 投机的 你不要去摸 你看买到中股票 怎么办 怎么办 买到中股票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辈子碰一次 你这辈子就无法翻身了 对不对 一世人嘟一遍就好 一次你就翻身不了 之前的青云 八十几块 半个月时间而已 跌到剩下二十七块 一世人嘟一遍 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就翻不了身了 随时跟大家讲 股市投资 是一种价值型的投资 股市操作投资 是长长久久的 是咕咕短短的 你不要随时都有那种 要投机的心理 投机股 基差股不要去碰 涨高股票不要去碰 你跟林田业一样 专门找那种底部的基优股 好公司会涨也会跌 所以涨高 好公司重视涨高 都有潜在风险 当它跌身之后 你再去买 你再去捡便宜 上市贵有一千六百家 你有一千六百个机会 不要强迫自己去做那些 高危险的动作 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做 慢慢找 路走越远 你会赚越多 对不对 二四零九有答 一定赚的啦 一定赚的啦 因为 这么大的一个箱形 才刚动而已 不会那么快就结束 这都开始而已 有答有买的都有赚 我不会都赚 不要小看它 这个后面会涨到 让你吓一跳 你吓一跳 下礼拜一除圈 零点五六 零点五六不多 有些人还配再久 零点五六快的话 当天就会填圈 慢的话 两天之内也会填圈 哎呦老师 刚刚填圈也不过 才赚五毛钱 这五毛钱四% 值利率四% 四%什么意思 四%就是一百万赚四万 一百万碳四万两天 还是一天 这样好吗 很好啊 能够参加储拳 跟他参加储拳没关系 跟他参加储拳没关系 要赚钱值很轻松 外资拼命的买 外资拼命的买 拼命的在买有答 你知道有答光是六月份 买了多少 光是六月份 三十二万张 三十二万张啊 三十二万张啊 三十八月的群创 也十九万张 昨天外资又买了 一万一千张 昨天外资买了一万一千张 这随时都能够出去 随时都会再出去啊 目前农券 还有一万多张的空单 还有一万张的空单 你空这十三块的 会好惊心 你空中十三块钱的股票 你会变成大富翁吗 为什么要空中股票呢 你如果要空你 如果真的要空 我有三十档高档的股票 没带上来 我有三十家 在高档业绩很烂的股票 你要空空一些嘛 怎么就空中股票呢 历史低点的股票 都被嘎到了啊 还有一万张 限期之内要回补 怎么会跌呢 是不是 6116的彩金 外资六月份 外资六月份 也大买了十二万张 外资六月份 也大买彩金 买了十二万张 十三万六千张 六月份 这个打底打了七个月 七个月的底 净值十二块 十二块钱的净值 你看负债才16%而已 这种高耗资的行业 它负债竟然只有16%而已 可见得人家内部在财务上管理 多好 毛利率42% 毛利率42% 打了低打那么久 不可能一天两天结束 这是一个大长线的多头 大长线的多头 你要尽量去找这样的股票 底部的基优股刚发动的 安安心心的买 对不对 开开心心的赚 这样投资股票才有意义嘛 否则经常去买那些 经常在买那种 让自己下个半死的 让自己下个半死的 担心害怕 还不如不要玩 还不如卖位 买股票是为了赚钱 那事实上是在买一份安心嘛 让自己买得安心 赚钱赚得开心 长长久久 累计下来的获利 这才是真实的东西嘛 是不是 才是真实的东西嘛 还有哪些股票 像友达 像群创 像联电 这种 还有多多支会常来表现的 来参加这场讲座 来参加这场讲座 礼拜六 早上中立下午台北 我来告诉你 万点撑干票 哪些股票 在七月份 会跳得又高又远 报名来学 报名来听 如果真的没办法来的 那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林特彦帮你们的心 不会变 今天全面两则 今天加入会员的 各级会员全面两则 真的是两则 真的是两则 可是 现今天 只有今天 今天过完之后就没有了 只有今天 全面两则 我们的付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虑